近日,小韩在珠海看到了宋威龙 当天,宋威龙身穿牛仔外套 与一位演员坐在夜市的餐桌前后场 开拍前,宋威龙与工作人员沟通了几句后 正式拍摄,随之开始 开拍后,宋威龙拿着筷子,漫不经心的敲桌子 对戏演员则拿着筷子敲打宋威龙的肩膀 看起来像是在表达不满 被敲打后的宋威龙与对戏演员说着话 俩人边吃边聊,会有一种朋友间谈心的感觉 不一会儿,宋威龙从桌上拿起一个酒心巧克力 笑着和对戏演员说话 但他的举动似乎是惹到了对戏演员 对戏演员摆弄了一下桌上的巧克力盒子 一点不开心的抢走了宋威龙手中的巧克力 并狠狠地咬开 此时,宋威龙也从桌上的巧克力盒子中 拿了一块新的巧克力,将上头咬开 之后,俩人将巧克力当作酒杯 干杯后,将里头的酒心一言而尽 完成了当下戏份的拍摄 感谢观看